在我們聖公司要帶大家動一動之前 1 2 3 4 1 2 3 1 2 3 歡迎來到聖公司 104年我們福祉部落設置文化健康站 也提供了我們的共餐服務 這些都是在地小宮新鮮的蔬食 對於我們的長者的用餐 以及行動不便的長者 都有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關懷 而這將近快20年 其實有不斷不斷的進步 在這幾年 無論是我們的文建站 關懷居點 還有我們的福氣站 還有師志以及小規機 很多的長照C站的站點成立以後 其實對於能走出來 雅健康的長者的部分 我們都希望 他能夠就近來走出 走進社會 走進社區 讓大家一起共同的交流 讓我們的延緩他們的老化 而每一天 對於這個部分 其實文建站 或者這些小據點裡面 營食上的均衡 我們就非常非常的重視 在去年開始 我們對於這個65歲以上的老人 一天的這個自強活動 線內的部分 已經提高到一天五百塊錢 那如果是線外的部分 就是一天一千塊錢 那另外就是針對於今年 我們有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也是一個福利政策 針對65歲的長者 我們今年有做這個帶狀炮枕的 這個免費的預防注射 針對中低收入戶的部分 所以再一次感謝議會的支持 讓我們無論是老人的環境 或者是福利更加的更加的豐沛 而且更加的周全 在93年的時候剛剛也提到 其實針對私人的長者 我們把服務 把便當送到家裡面去之外 那也把這個對長者的一個照顧 從私人的照顧 延伸到預防的部分 那希望長者可以出家門的 我們就透過這個社會關懷據點 透過共餐的一個方式 鼓勵長者多走出家門 那可以跟其他的長者有些互動 或者是說一起共餐 所以其實從私人的照顧到 預防延緩的部分 我們都看到政府在這個部分的 一個大力的一個推動 那現在各個鄉鎮 各個村落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據點 所以門諾基金會很願意 跟著就是縣政府的一個角度 那繼續攜手 對於我們花蓮鄉親的一個長者的一個照顧 來進行我們的千世儀式的合照 手持牌插入我們的意向 鄉鎮我們花蓮的福利豐富多元 就在我們的大碗宮裡面 花蓮好時光幸福裝破賽 讚不讚 讚 小姐姐 小姐姐